中国的出口其实都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也带动了国内的比如像是工业生产总值的这样一个增长 整个全球的一个电子产业是处在一个上行的周期 再叠加这个AI需求的一个旺盛 所以对于和电子相关的出口 有可能会给中国整个的出口前景带来一定的上行的惊喜 从今年这个5月份之后我们看到股市有一定程度的起稳 所以这个呢也是我想也帮助了一些投资 投资在中国这个不管是债市啊股市的一些投资人的信 恢复了一定程度上的信心 香港的不管是资金也好 还是这个人员也好 还是这个业务的这个金融市场的一个体量来讲 其实很大程度上都还是得益于中国的经济的发展 那所以如果中国的经济 加上全球的经济可以继续的这个持续的增长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香港的这个地位还是在的 王老师您好 首先非常感谢您今天参加我们的反弹 然后这一次反弹的背景主要就是三中全会召开了 那么其实大家非常关注就是中国经济还有世界经济的一个发展问题 5%左右的一个经济增长目标 那么在您看来这个经济目标它实现的一个可能程度有多大 以及就是如果分开来看它三辆马车可能会有怎样的表现 最大的推动力可能来自于哪些 比如像你刚才所提到的三辆马车 那么我们消费投资还有出口 那目前我们看其实国内的消费 比如像是在零售数据上面四五月份的这个数据 其实都并不是太好 那包括投资方面 那么因为房地产市场的这个目前的一个复苏情况还是比较缓慢 那么同一时间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投资的这个增速也没有跟上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投资的这个前景 也是比我们预想的要慢一点点 但是如果是说到出口的话 反而我们觉得有可能会有这个上行的一些惊喜 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在过去的几个月 中国的出口其实都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那么相对于这个出口也带动了国内的 比如像是工业生产总值的这样一个增长 那联想到这个现在我们认为 就整个全球的一个电子产业 是处在一个上行的周期 在叠加这个AI需求的一个旺盛 所以对于和电子相关的出口 有可能会给这个中国整个的出口前景 带来一定的上行的惊喜 那我们具体看一下房地产这一块 因为中国是已经连续开启了非常多的政策 希望来推动房地产的库存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您认为消化周期 会不会现在比市场预期的还要更长一些 以及就是针对房地产这一块 中国的政策空间还有多大 我们认为就是确实像你所说的 从今年的二季度开始 不管是央行方面的互币政策 包括信贷政策 以及对于居民购买房地产的一些信贷政策 都有相应的放松 包括这个一线 特别是一线城市 对房地产的购买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限制措施 都有所放松 所以我们认为当然确实它会有可能 会帮助到目前的一个 比如说是消化房地产的库存 甚至是在一线城市 其实也看到近期的一些成交数据 特别是一些比如像上海啦 像北京啊 还是有一些住宅是在这个 这个限购放松之后 其实是有一些回谈 但是呢我们认为它并不能够改变 整个的房地产放缓的这样一个大趋势 那么中国整个的经济增长的一个 对我们的基准情境的一个影响 其实并不是很大 那我们认为其实接下来呢 可能更多的资金的支持 特别是如何去令到市场的一个 对未来的前景的一个改善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这里面就包括对家庭户 对未来的一个收入的 对自己收入水平的一个预期 那对未来房地产的走势 包括现在我们 我觉得这个也是经常拿 就是被提及的就是房地产 这个民营企业或者说私营经济 在中国整个经济的当中的作用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很大程度上 能够决定于市场的这个信心 以及情绪是否可以有一个反转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接下来还想了解一个就是关于外资这一块 这几年也经历了非常多的变化 其实外资现在对于中国市场是怎样 有没有发生出一些看法上的一些变化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们 就是观察中国经济也是非常关注的 当我们提到外资的话 其实这里面简单来分的话可能有两种 一个就是这种短期的投资 或者说是在金融市场 资本市场上进行投资的这一部分的外资 还有一部分就是真的是实打实的 在中国的实体经济当中进行投资的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外商直接投资 那我觉得从这两块来看的话 第一块就是这个在资本市场投资者 或者说这个投资人 他们其实对中国市场 比如说各大类资产的一个情绪 我觉得从今年的五月份开始 已经开始有一些转向了 就是之前其实特别是从去年下半年 很多的这个对于中国的负面的一些情绪 反映在市场上 特别是在金融市场上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从今年这个五月份之后 我们看到那这个当然我们也看到 就比较像是股市有一定程度的起稳 所以这个也是我想也帮助了一些投资 投资在中国 这个不管是债市股市的一些投资人的 恢复了一定程度上的信心 那但是说到外商直接投资的话 因为它毕竟是扎根于实体经济 而且是关系到整个的供应链的这样一个布局 所以这方面的话我觉得整体的一个情绪的变化 可能并不像是资本市场的变化 这么容易去观测出来 其实对于中国的一个就是特别是作为制造业的中心 包括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劳动力的资质的认可 我觉得这方面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或者说外资不会因为这个 就是不会非常快速 就因为这一些负面的因素就很快的离开中国 而且我还想提的另外一点 就是说我们关注外商投资 或者说直接投资在中国 很大程度上是想要去衡量中国和全球的一个关系 或者说在全球经济当中中国经济的重要性 那我觉得其实在这里面 除了关注外商直接投资到中国之外 其实我们也应该更加关注于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这样一个趋势 那相应的就是中国的这个对外投资 我觉得这方面其实也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趋势 就是其实是显示我们中国这个企业在海外的投资 特别是经历了疫情之后 我觉得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这个势头还是比较强的 特别是在亚洲区 从整个的这个中国对外投资的变化 也可以看出其实中国和这个国际市场的一个对接 以及连接还是对于中国整个的发展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具体聊聊产业这一块 可能你也有听说过就是新制生产力 它其实就是注重的就是科创这一块 那么我也看到了刘金经济研究院 它有一个分析提到说 这个可能会被美国或欧洲 它在一个保护主义政策之下 它可能会被进步征收关税 这个可能会影响到科创的发展 那么在你们看来其实这种地缘政治 它对我国的一个科创发展 它可能会产生多大的一个负面作用 以及就是如果是从国家政策 以及企业具体的层面来说 有没有一些可能的一些应对的方法 那我们也是通过经济学的模型 就模拟了不同情境下 就是比如像美国 像欧盟对中国加征关税 那对中国经济有可能造成的影响 那比如说我们最新发布的一个报告上面 也有概括 就是在目前拜登当政的情况下 基于美国现在已经对中国 所宣布的一些征收关税的一个措施 包括欧盟对中国所宣布的加征关税 其实这个对中国的负面的影响还是有的 那当然如果是考虑到特朗普如果当政 那么采用更加激进的 比如像是加征60%关税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中国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一点 那说到中国的应对 比如像是政策政府或者是企业的政策的应对 那我们目前的看法是 我觉得可能对中国来讲更加实际的 可能是会通过一些 比如说对一些这个针对性的 对一些战略性比较重要的一些 这个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 加征关税也好 或者是通过货币的低微贬值 以及对国内企业采取一些税收方面的优惠 可能是更加有利于中国国内企业 以及经济的一个发展 除了中国的反制措施之外 我觉得其实政府也有可能会 比如说进一步的降低货币政策的汇率 或者说是采用更多的一些 产业方面的扶持政策 那么这个有可能会抵消 这个不利的这些地缘政治的风险 带给中国企业的一些经营上面的压力 IMF现在的预测是五年之后 全球的经济增速的预测值是3.1% 是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您怎么看这个数据 以及就是具体而言这五年之间 一些中美 就比如说中美吧 这两个主要的经济体 它可能会有怎样的一个发展趋势 我觉得其实中美在全球的一个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领先的地位 应该不会在这五年之内有任何的改变 尽管其实如果看IMF预测也好 这是我们自己的预测 其实在未来的五年 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 其实经济发展的速度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减慢 那当然这个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看到这个经济 这个怎么说呢 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那当它从制造业的这个为主转向 以服务业为主 很多经济体都会经历这样一个 经济增速的一个转轨的这样一个阶段 那么当然另外我们也都知道 其实两国也都有一些结构方面的问题 那么所以这个也是制约 就是这个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增速 当然另外还有就是刚才你也有提到 这个低原政治的风险 令到不管不仅是大国 包括一些其他的国家 在未来的发展当中都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 那这个就是也是我们需要考量那些下行的风险 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点 就是这个也是最近 当然资本市场也非常关注 其实从我们这个做经济研究来讲 也是非常关注就是AI的这样一个 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 那么人工智能当然我目前看到的 还主要是大家停留在投资 或者说这个资本市场对一个企业的估值 但是从我们这个经济研究的角度来讲 更多的关注的是 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也好 或者说这个科技的发展 如何在这个宏观经济层面上改变 劳动生产率或者是改变全要素生产率 这样一个情况 那如果说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科技进步 包括人工智能的更加广泛的应用 那如果说它能在中长期带动这个全球的生产率 有一个提高的话 那我觉得有可能会抵消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 一系列的一个不管是结构上的 还是这个地缘政治风险所带来的下行的风险 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 长期的一个趋势 就是刚刚提到的中美 您就说领先地位不会变 那在您看来 香港它的一个经济角色可能会发生变化吗 我觉得其实香港呢 就是相对于新加坡来讲 不管是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 包括它的法律体系 包括人才的质量 都是我觉得都是 应该说是世界这个数一数二的 那么它的这个整个资本市场的体量呢 也是远远超过新加坡的 那其实如果当你在新加坡和香港 这个待过一段时间 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 你就会发现其实香港的 不管是资金也好 还是这个人员也好 还是这个业务的这个金融市场 那个体量来讲 其实很大程度上都还是得益于 中国的经济的发展 那所以如果中国的经济 加上全球的经济可以继续的这个 怎么说呢 持续的增长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香港的这个地位还是在的 而且特别是当中美 这个之间有冲突的情况下 其实中间还是需要一个桥梁 去把这个中美两个经济体去连接起来 当然我们就是说在过去听到很多 就是因为中美的这个地缘症的因素 对香港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但是从实际的操作的角度来讲 如果你一个企业也好 那么一个投资人也好 他想要建立中国和这个美国之间的联系 或者说中国和外界市场的一个联系 我觉得香港无疑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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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